上天派了你这样一个天使 让妈妈到我的家 让我的生命从此完整了 现在该换我做天使了 我也要去守护代代这个没妈的孩子 那你这个天使 你想好了吗 今后你要照顾代代一辈子 我一定能照顾好他的 其实在我心里 代代才是天使呢 要没有他 都没有我和老周 这么踏实又美好的感情 行好了就行 妈 东方诊所 你 你有事吗 我就知道你还可以睡呢 我给你买了几件衣服快点试试 生啊 最后一个菜 最后一个菜 困毛巾巾 对啊 你喜欢吃吗 试试看 怎么样 太好吃了 真的嫁的 我得死我 你尝上 喝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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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去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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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家里这个 搞得跟你做的一样 吃饭就我吃它了 你会刷吗 别逗了 喝点可好啊 对 你不信任 你都做了这么多盒 我一会儿去干点活 分家分家点 来来吧 你做作业吧 你看书 我来刷吧 干杯 你俩喝水 喝水也干个杯 耶 为什么 为我爸不在家 周医生 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国啊 开完会就回 怎么这么早就回去了 我们一起在韩国 都玩几天好不好 你知道吗 韩国有好多 好玩的地方 比如说什么 济州岛呀 雪月山呀 景福宫啊 对了对了 还有啊 我们可以一起去泡温泉 就我们两个人 好浪漫喽 画得不错呀 是吧 是我吗 是我吗 那儿也是你了 不是你还能有点牙 看我帮你画得多漂亮 你把自己画那么漂亮 把我画得漂亮 我那儿 我帮你画得多漂亮 你看这个眉毛画得多 可是这个是牙齿 跟我不对 对吗 好像是巴克呀 这都那么多啊 通向快通向 怎么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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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给看看 这 不是 鼻子 鼻子不太像 那里有样子 像吗 人家都说 有人牵你来相会 说的是不是就是我们呀 你看 你看 在韩国我们都能碰见 这是多大的缘分呢 周医生 你觉不觉得 这是上天给我们的安排啊 这个我还真不觉着 温小姐啊 我现在觉着呢 就是时间不早了 你应该早点休息 那我就先走了 那我就先走了啊 明天继续聊 晚安 晚安 好 来吧 或者是无法去再想的 走开你讨厌的自己 你天天连人窒息那么美的缺乏 抹了身 抹了腿 身陷其中 让我擦伤翅膀飞向远方 相信爱是尖阳 爱是水滴 爱是夏日滴 反过清澈的消息 相信爱是平淡 爱是荒野 爱是写着日后勇敢面对的那张笑脸 老周 你那边还顺利吗 我这一切都顺利 你就放心吧 我们这边也挺好的 晚上给代代做了好吃的 现在她睡着了 你就放心吧 那个诊所里边 把病人的那些反馈意见都保留好 包括他们每个人的病历 我知道 特别要注意的是拔牙的病人 要让他们在手术意见书上亲自签生字 你放心吧 我记住了 行 那就这样 早点休息 晚安 你也是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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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您看下这个 周六节约的几点 这个三点半的这个 三点半 我怎么觉得之前有一个学业约 阿姨 您看下我们的计划单 您好 您好 约约了吗 约约了 姓芒 好 小高 你带王先生进去吧 好 谢谢你 谢谢 这个咪咪啊 偏偏挑今天周末 那么忙的时候请假 真是的 后妈 你怕什么 这不有点帮你的吗 保证没事 我不心疼你吗 都快高考了 你该多休息休息 没关系的 我不嫌累 刘小姐 你来了 准备好了 我带你进去 阿姨 您看一下我们的活动 现在我们那个东风诊所呢 跟慕斯造型在开展联合活动 只要您在我们这儿办棉卡 都可以一带慕斯造型 享受七折优惠 现在特别合适 您看看 这倒不错啊 赶张洗牙卡 赶张优惠做头发 那个店我去过 师傅的手艺呢 真的挺不错的 咱们都是周医生的老客户 他们家推荐的店 肯定是不错的 漫妮小姐 我让你过去 �� маш吧 说不错 是不错 你改行啦 欢迎光临 这个世界太疯狂了 你这行改的 比我们导演换角色还快 曼妮小姐 这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你这又是怎么了呀 我来这儿还能怎么着 牙疼呗 来吧 我带你进去看看 怎么了 是牙 拔牙 对得拔呀 医生 就没有别的什么办法了 张医生 有那么严重吗 是牙周炎 如果现在不做处理的话 炎症很可能会继续深入 到时候就不好治疗了 最好是拔掉 医生 你看啊 把我这颗小虎牙给拔了 那我这颗虎牙还在 那这两边不就不对称 就不好看了吗 我是一个演员 是靠脸吃饭的 那倒也是啊 要不 把这颗虎牙也一块给拔了 这个您得自己想清楚 好 红马怎么样了 要不你去外面忙吧 我在这儿盯着 那也行 他要是同意拔牙 让他把手术同意出钱了 放心吧 看看这个资料 请刚开了一个造型室 还挺好的做头发 你不可以去看一下 你好 怎么了 牙疼 牙疼 那你坐一下 这个资料你先看一下 我让工作员给你填表好吗 好 谢谢 稍等一下 小高啊 曼妮小姐 想好了吗 你说这我要是接了一个心系 这疼我能忍 这要是牙肿了 那又没法拍戏了 这怎么 这到底拔还是不拔 那 那还是拔吧 想好了 想好了 拔 医生 会不会特别疼啊 我去做准备 你把手术医简单给签一下 好 曼妮小姐 这个是手术医简单 你仔细核实一下 然后您在第二页的这个脚下 签上您的名字 我不看了 你帮我签吧 那我先给你念一下吧 患者在进行口腔手术治疗前 医师虚向患者期 你都不用念了 我都同意 你签吧 张曼妮 曼妮小姐 你看一下我给你签的这个 都没问题 谢谢 曼妮小姐 准备好了 咱们先去拍个片子 我先拍一张 发微博 发微博 好 我们约过了 那您稍等一下 里面有点忙 好的 你再看看杂志 苏姐 这个给您 好嘞 刚好我们这边有一个会员的活动 你要不看一下 这是资料啊 两位欢迎 稍微等一下 有预约过吗 没有 没有 你稍等我让工作员给你们 填资料 这边是会员的信息登记 要不先填一下 两位来看看这个资料 前面刚开了一个造型室 还挺好的做头发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好 我看啊 苏姐在周医生的诊所工作得挺好的 你现在心里舒服多了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 你心里没有负担了是吧 你还在管我 是我不好 没照顾好苏姐 真的啊 当然是真的 艾文科 你打算怎么给我赔罪啊 我今天是认打认罚 如果还不行 就让我天天请你吃饭 这样做行了吧 我跟你说艾文科 别瞎逗了啊 我现在心里头还是有点替我们家姐子担心 周东风毕竟有那么大一闺女 我是当过后妈的人 我太知道了 你说那后妈是那么好当的呀 再说了 大大的亲妈还在呢呀 我能不担心吗 妮妮 这个你请放心 苏姐这孩子呀 她很有主见 她不可能没有想到过 再说了 他们现在还没有到谈婚论嫁的地步 将来怎么样 还都不好说 你现在就担心这个 我认为现在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你这不是自寻烦导吗 可我就是怕我回你将来会受气 要真是那样的话 我绝对饶不了那个周医生 周东风 如果这样的话周医生可就惨了 要不要我把这话告诉周医生 要不要我把这话告诉周医生 又想请假 除非这一次月考你能考全班第一 要不然不让我去 不就是个全班第一吗 小意思 没问题 进来 都跑回家了 来 去进去 都在家 爸 你不是明天回我 我们今儿又回来了 会议提前结束 所以早一天回来 想给你们一个惊喜 戴戴 素典也在呢 文小姐 你怎么也来了 戴戴 你不知道我和你爸爸都有缘分 我们居然在韩国遇见了 而且还住在同一个酒店 还住隔壁 我们这些天呀 一直在一起吃饭聊天 过得可高兴了 要不是因为时间来不及啊 我们还计划一起去旅行呢 文小姐 这话不能这么说 我们在韩国那叫 巧遇 就去一块吃了个饭 巧遇 还真是够巧的 来来来 那是啊 这就叫做有福之人不用忙 有缘请你来相会嘛 大助 文小姐 您怎么大老远 从韩国飞回来也该累了吧 我爸都回自己家了 您也差不多该回去了 阿姨不累 这回啊 阿姨和你爸在韩国 给你买了好多礼物 快来看看 我不需要 我现在需要的是您带着您的礼物 赶紧从我们家离开 代代啊 你这么说话没礼物 代代 看来是我在这儿不太方便 那我先走吧 小苏 您不用走啊 周医生 苏姐既然说走 那肯定就是累了 你让她先走呗 苏姐 真是辛苦你了 路上小心啊 后妈 你不许走 文小姐 你凭什么赶我后妈走 这是我家 我不欢迎你 麻烦你没事 别老往我们家跑 你说你赖在这儿 你好意思吗 真是没见过你 这么厚脸皮的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回自己放下去 我爱演是吧 行 我走 后妈 你别走 文小姐 你要是觉得好意思 你就在这儿待着 代代 代代 小苏 小苏 叶玲 这孩子 原来要没压呢 气死我了简直 我太生气了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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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会儿 坐会儿 你说你生什么气啊 你爸是什么人 你还不知道啊 你爸绝对不会跟文雅有什么的 你再说了 你说 你说你何必因为文雅的几句话 你就往外跑啊 我不是因为文雅的几句话 我才往外跑 关键是我爸 他简直一辈子拿自己 当情感救助战了 根本不知道拒绝 根本不懂得反抗 我不喝 你说他就把你姐欺负成那样了 我爸就不知道挺身而出 你说我看着我能不着急吗我 行了 行了 我姐也不是那种计较的人 因为她是真的在乎你和你爸的 我说你再说了 你说你说那文雅是我姐的对手吗 你不会把我姐的水平降低到跟她同一个等级吧 那倒没有 我就是气不过 你说文雅跟一块豁大的狗皮膏 我说天天黏着我吧 烦死了简直 不是是是是 你先别转了行不行 你看啊 你跑出来这么长时间了 你爸肯定着急了 对不对 咱先回家行不行 我不会 我得让多找一会儿 不是 你就是不心疼你爸 你总该心疼心疼我姐了 你说你这么跑出来 我姐肯定也找不姐了 对不对 这会儿准跟你爸满世界找你呢 你说是不是 那我就更不能回了 为了能让我爸跟你姐 有更多单独相处的空间跟条件 我得让他俩多找我一会儿 不是 你这什么裸子你这人 你看 你干嘛呀 这叫声东击西 这孩子 太任性了 不接电话 今天这事 你也不能都该带带 你也不是没责任 我有什么责任呢 合着回来想给你们个惊喜 我还错了 可你这给的是什么惊喜 你是一个人回来的吗 你要是正儿八经一个人回来 代代能跑吗 不是我怎么就不正儿八经了呢 同乘一个航班回来 是吧我说各回各的家 但是文雅说给代代买了礼物 就非得送上门来 要当面给 你说我能不让吗 你不会 你也不相信我吧 这不是我相不相信你的问题 是代代能不能接受的问题 您知道她不喜欢文雅 您还带她回来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 不是我要带她回家 是她死去白了要跟我回家 我原来以为你们不在家啊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做错了是吧 早知道你要带文小姐过来 我们就该早点回 别试试意思吧 你要这么说就没劲了 我没劲 早知道我就不该留下来 行 我也走 小苏 姐 我觉得今天这事 周医生真的挺冤枉 这罪魁祸首就是文雅呀 你说你们一家子 何苦闹成这样啊 谁跟她一家子 我一个原生她的 一手未分女青年 我凭什么就跟她周东风 这么一个单亲老爸 混成一家子了 我可没答应 你答不答应谁也看不出来啊 你们俩 其实都已经到了谈婚论嫁了 谈什么婚论什么嫁呀 我答应了吗 就凭她今天这个态度 我才不嫁给她 行了 你别嘴硬了 谁也看不出来似的 你呀就是嘴上一头埋怨 可是你心里 还不是因为周医生跟文雅的事 你吃醋才这样啊 你吃醋才这样啊 你吃醋是什么 我会还要喝了 汤了 你开心 你想想看 你来没有 aż吗 我想看 还没有这么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好事 但是我现在还处于这个 满心矛盾的纠结期 你说 你要是跟周医生的事真吵了 那周医生就是我姐夫 带的就是我外甥女了 你说我这当舅舅的 我这 这并不还分得挺清楚 就算我真成了带带的后妈 你跟他又不是近亲 你又不是他真舅舅 这有什么好担心的 不过 我说认真的啊 现在正是带带的高考关键时期 他的未来还没有进行啊 你不许在这个时候 对他有任何的企图 你要胆敢越线的话 我这个当后妈的 我可不饶你 得 我算是明白了 你真是有了闺女 就不要我这弟娘 什么时候的事 老周 你真是太不成熟了 居然不知道 凡是女人都会吃醋的吗 等着我慢慢教育吧 不过这件事的苗头不好 表现的是负能量 不好不好 我们家不能有负能量 必须及时调整 加快节奏 把后妈转正 恭迎周妮生喜达 你坏了 这怎么能叫憋坏呢 这是您亲闺女 热烈欢迎您从韩国归来 我跟你说啊 这妇女没有隔夜的仇 昨天晚上的事情呢 我已经认真仔细地想过了 咱们一家呢 本来好好的也没什么事 都是那个倒霉的文雅搅和的 我儿子在跟您叫板冷战 惹您不高兴了 让您跟我后妈的感情受到影响 那才叫得不偿失呢 对 说不定这正是文雅想看到的结果 所以我决定 从咱们家内部开始调整 先把咱们一家三口的关系捋顺了 这样万人就没有可乘之机了 分析得很好 这个观点我很赞同 是吧 嗯 几个例子是 老周同志 周代同学在此 为昨天不冷定的行为 向您郑重道歉 好 希望您老人家宽宏大量 不计前嫌 跟您亲闺女我携手并肩 共同抵制那些对您有所妄想 心怀不轨的 不良女青年的诱惑跟侵喜 建立由您我苏简组成的 相依相伴 和谐共存的新时期美好家庭 明白了 爸爸完全明白你的意思了 一会这样 我吃完早饭啊 就去买一束香花 我到针所里献给苏简 道歉 真的 我太爱你了 老周 周 行了行了 行了 刷牙了吗 我刷牙了 好 那我瘦了嘴 有什么话 可以慢慢说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慢慢说 怎么慢慢说呀 你们害得我丢了篇约 毁了我当明星的前途 你们赔得起吗 啊 曼妮小姐 当时拔牙是你自己同意的 为什么要让我们来赔呢 我当时问 能不能不拔 你们这儿的医生怎么说的 拔了好得更快 结果呢 把我两颗牙 生生地都给拔下来了 哎 这下好了 人家导演看见我的虎牙没了 跟照片上的样子不一样了 人家不用我了 我告诉你 你们得赔 得赔 可不是 你能不能讲讲道理 我们这里是诊所 是负责致病拔牙的 跟你拍片子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了啊 就是因为你们拔了我的牙 所以人家不用我了 你说没关系啊 这就是你们造成的 你们造成的知不知道啊 怎么了怎么了 出什么事儿 周医生啊 您来得正好 你们诊所的医生呢 拔了我的牙 害得我丢了片约 我的钱脱毁了 您说 这事儿该怎么办呀 怎么回事小苏 那天曼妮小姐来诊所 说牙疼 张医生给她检查是急性牙周炎 就建议拔牙 她自己同意拔牙了 在那个手术意见书上 签字了没有 签了 咪咪 拿来 走 曼妮小姐你看啊 这上面你签了字 签字就说明你同意拔牙 所以我们诊所没有责任 周医生啊 正想跟您说这事儿呢 意见书上的签名 不是我亲手写的 是你女儿戴写的 也就是说 这个意见书上我是一个字 都没看 有这事儿 秘密啊 戴戴怎么带人签字呢 周医生 那天我请假了 我不知道 你 是我 那天前男太忙了 戴戴说帮忙 我就让她留在房间里 说曼妮小姐要是要拔牙 让她签手术同意书 可最后这个字谁签的 我还真不知道 现在 您明白了吧 牙你们拔的 损失你们造成的 你们是毁掉我前途的 罪魁祸首 所以 现在该怎么办 这件事情我要跟我女儿 再核实一下 如果如你所说 当然本诊所负有责任 但是你们现在这个行为 的确影响了我的正常的工作秩序 请你们先出去 好的 今天我可以先回去 但是周医生 我的损失 你必须给我一个说法 不然的话 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先出去 大家都 走 周代代啊周代代 你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我走之前是不是千叮叮万嘱咐 一定要在手术意见书上 让病人亲自签名 记不住啊这事 你别说他了 要说说我吧 是我顾着前台的生意 让他留在房间给曼妮签字 要是我不走开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要怪你就怪我 现在不是怪不怪谁的问题 手术意见书上病人没签字 然后给人拔了牙 这事说到哪儿去 都是咱们的错 可是当时曼妮是自己同意 要拔牙的 我让她签字 她说太麻烦了 说让我替她写上就行 我是真的不知道 能出这样的事 行了 行了 咱们还是想想 现在该怎么办吧 怎么办 赔偿肯定是避免不了的 都安静了 安静了 我来宣布一下啊 咱们这个月的优秀员工师 黄凯迪 黄凯迪 我看你 行了你 我没想到 我没想到 我还有公司给你的奖金 我 继续努力啊 谢谢经理 说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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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迪 没有你们的帮助 就不会有我今天的进步 不多说了 再接再厉 你别扔这些虚的 请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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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现在工作很开心 自食其力的感觉真的很不错 你和爸爸 要保重好身体 我想你们 伯母 您别哭了 凯迪哥 凯迪哥不是说他很好吗 咱们应该开心的啊 别哭了 就是啊 以前他在家的时候 哪见过他这么多事的 可能现在人在哪儿呢 我就是想他 爱丽雅 再帮伯母好好地找找你凯迪哥 伯母您放心 我天天都在找呢 大姐 饭做好了 可以开饭了 知道了 咱们先吃饭吧 走 吃饭 走吧 吃饭 妈呀 可不回来了 吃饭 姐 姐的怎么不吃饭呢 吃饭呢 我吃不下 这人哪心眼不能那么窄 一点事连饭都不吃了 你以为你要饿死了 那曼妮就不闹事了呢 就是啊姐 您这不管怎么着 您也不能把自己饿上 把饭吃了 吃饱了喝足了 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马妮她要来 讲理的话 咱们就以理相待 解决问题 她要不讲理 胡搅蛮缠 撒泼耍烂 你放心 有妈在呢 吃饭 咱们从哪儿跌倒 从哪儿爬起来 妈 您这哪儿跟哪儿啊 我就是那意思 爸 后妈 你们看 曼妮 怎么自刷了呢 这怎么可能 这肯定是炒作 用心也太明显了 这上面说 咱们是在没有征得 曼妮同意的情况下 实施的拔牙手术 还说咱们诊所管理 后来医生不专业 这根本就是胡说嘛 这微博都转了几万条了 老仲 怕是对咱们诊所的影响 会越来越恶劣了 我先去发微博 澄清试试 发微博有什么用啊 现在负面影响已经造成了 这曼妮是消费者 还打着自杀的幌子 怕是舆论倒向 都会倒向她那一边 再说 这手术意见书上的签字 确实不是她本人的 咱们怕是 有口都说不清了吧 她只是要把事情闹大 这解铃还需系铃人 老周 咱们去找找曼妮吧 爸 后妈 都是我不好 我真不知道那个签字 会有这么大的麻烦 都怪我 没事 我和你爸一定会把这件事情 处理好的 周医生吧 苏小姐 认识一下啊 我是曼妮小姐的经纪人叶伟 叶先生 你好 你好 我们今天来想探望一下曼妮小姐 这花是送给曼妮小姐 不好意思啊 曼妮小姐现在 情绪非常的差 她不想见你们两个人 是这样啊 我们今天来呢就是两个目的 一个是想慰问一下曼妮小姐 再一个 她和我们诊所 不是产生了一些纠纷吗 我们想坐下来好好地谈一谈 找到一个解决纠纷的 合适的方式 你们现在对外面 发布了一些消息 应该说的确不符合事实 或者说是夸大的事实 对吧 对我们诊所产生了很大的 不好的影响 你看我们能不能坐下来 好好地谈一谈 周医生 您现在知道这件事情 对你们诊所的影响大了 可你知道吗 曼妮小姐这次要合作的导演 是香港大导演 可就因为没了这颗虎牙 偏约也没了 经济损失非常的严重 而且更加关键的是 失去了这次合作机会 对于曼妮小姐就意味着 她还要再努力十年二十年 甚至这辈子都不可能 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这么优秀的一个女演员的 艺术生命 就让你们这帮佣医 得毁了 你话不能这么说 我们诊所的医生 当时给出的诊断 那是准确无误的 采取的处理也是符合医疗规范的 再说了 当时曼妮小姐也没说 这颗牙是不能拔的 那现在出了这个事 也不是我们的医疗责任事故 这是属于衍生事实 你想啊 就好像一只鸡它生了个蛋 有人拿这个蛋砸了人 你总不能去怪那只 生了蛋的鸡呀 苏小姐 我早就听说您能言善变的啊 今天可算是见识了 可我也告诉你 我可不管什么 鸡蛋不鸡蛋的 我就知道 曼妮小姐的手术 同意书上的签字 不是她本人签的 只要这一条你们承认 曼妮小姐的这颗牙 你们就必须得赔 行 那您说我们赔多少钱 曼妮小姐就可以了结这件事 不多 五百万 什么 你们这属于敲诈了吧 卫博被自己上面写的 那个拥衣骇人的 就是他们家了吧 他爸也真是的 把人家女明星的戏都给毁了 是啊 那么多人家都怪自杀了 他们家可真够不幸啊 你说他们家这回得赔多少钱 他爸这回啊肯定破产了 真够倒霉的 你说他家要破产了 能继续上悬吗 哎 估计够强 能吧 我也觉得不能 不至于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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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